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和大家讲两句说话 就是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与伤人六月寒 意思就是好的说话 你会令人觉得冬天的时候都很温暖 而如果这句说话是恶与伤人 六月这么热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寒冷 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三思而后耳 因为你不经意一句轻浮的说话 有时就会自毁前程 讲个例子给大家知道 有一个很高级的主管 他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 他的心仪想着退休 他手下有两名大将 A军和B军 做事的能力都是不相伯众的 他想着我退休呢 要选哪个想这个位置呢 时时都在想着 但没有人知道他想退休的 有天是吃下午的时候 所有人都出去了吃下午了 这个主管 他就无意之中走过这个茶水间的外面 竟然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其中一个就是A军 和其他的下属在聊天 他就说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还不退休 这么老呢 压住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 阻止别人升级 主管听完好像一盘冷水赵头林 因为平时在他面前必恭必敬 原来背后说他这样的坏话 你听了之后 你如果是主管 你会不会升这位A军呢 你平时一句这么轻浮的说话 你不知道有人听到的 但你就毁了你自己的前程了 而一句关怀别人的说话 是令到能够沮丧的人有生存下去的勇气的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个案来的 在18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叫 新心灵健康训练营 当时有20多位都是女性 其中有一位是中年的女士 她不跟别人聊天 她不理解人的 说话也是很挖的 所以很多其他一起的朋友 就避免跟她说话 但她又肯自动跟我说话 我又乐意跟她聊天 后来她跟我说 原来她是一出生 她的脑里面已经是 构造上少了一对的叫做Chromosom 所以她的思考 表达方面和人相处 都是有个困难 所以她要食药去控制她的情绪 她参加这个新心灵 希望多些资料去改善她人生 她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也很乐意跟她聊天 所以在训练营之中 那么多人她只是跟我聊天 而她在多伦多 完全没有朋友 是独居的 移民了过来 所以她很寂寞 看到我的时候 她肯跟我聊天 我当然跟她聊天 有一次她跟我说 她说你知不知道 我很辛苦 我想自杀了很多次 但是我想起你 因为你有这么严重的肝硬化 你随时都会肝硬 你就会无命 因为我当时是没有药食的 她说你的身体这样 你也可以活得这么充实 我只是情绪上差一点 为什么我经常想自杀呢 她一想起这样 我想起你 我就不想死了 所以我跟她说笑 我说那你多叫我 大家多聊天 那你就不会死了 那现在她就在香港 很不幸她这两年 就患上了乳癌 做了很多治疗 她说我虽然这么辛苦 但是我现在有求生的意愿 我当时在多伦多的时候 我没有这些病痛 只是情绪不安 但是我整天都想死 她说真的你的鼓励 令我有求生的意愿 继续活下去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一句说话 其实无意之中 下意识就帮助人了 所以如果有机会 你把握这个机会 为你身边的人 说多些好的说话 令到他们更加开心一点 多谢你们的收听